2019年末冬 一场由中国围棋协会 云南省体育局 宝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中国宝山永子杯国际围棋大师赛 在宝山市永子祈愿拉开了帷幕 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围棋大师 长浩 马小春 高伟深路李昌浩 齐聚云南宝山 展开了围棋两天的巅峰对决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 为大师赛开棋 并遣谈了此次比赛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为了迎接 在宝山建设 南亚 东南亚 国际围棋文化交流中心 而创办的一个新型的赛事 本次活动的三个特点 是赛会结合 赛建结合 赛产结合 围棋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运渡项目 宝山这次活动的重要性 就在于 它实际上揭开了 股业发展又一个新的许多 最终 来自韩国的棋手李昌浩九段 摘得本次永子杯国际围棋大师赛的桂冠 日本棋手高伟深路获得亚军 中国棋手常浩 马小春并列季军 除了进行国际大师赛以外 还举办了全国围棋加综合园区建设交流会 为更好的发展全国围棋赛事 有效促进围棋与文化 旅游教育的结合 提供沟通与交流的机会 赛事举办地永子祈愿永昌阁 建成于2016年10月 是宝山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 是了解永子历史 学习围棋文化的博物馆展示馆 是将围棋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体现之一 随着宝山围棋运动的广泛开展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走进围棋 认识围棋 领略围棋文化的博大精深 请认识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 为您带来的文凭论道栏目 我是王湘云 今天很高兴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一盘女子的决赛对局 是第17届剑桥杯女子决赛的第二局 由攀阳直黑对阵王爽 那么今天也很高兴 我们请到讲期嘉宾 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孟泰玲老师 孟老师好 祥云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 再一次和大家相聚在这个时刻 那么今天也是讲一盘女子比赛的对局 对这个两位女子选手 应该祥云老师是更加清楚一些了 是攀阳和王爽 其实都是这个90后棋手 同时呢就是像王爽是出生于95年 攀阳是97年 可以说年纪也都非常的轻 对 在最近一两年当中的上升势头 也非常的迅猛 对 他们两位应该都是在国家女队训练 是的 尤其是王爽呢 他在剑桥杯的这个决赛当中 他曾经是已经进入过一次决赛了 在决赛当中呢是比较可惜输给了余志盈 陈一鸣还是余志盈 余志盈 余志盈 对当年 你说的他对陈一鸣的呢 就是孟老师的记性也很好 是他在去年输给了名人战 名人战 对女子名人战的比赛当中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王爽他挤进决赛 虽然说呢都获得了亚军 但是可以看出已经是成绩啊 斐然了 是 说明他是这个中国女子围棋的顶尖高手 对我觉得也是他现在的成绩比较稳定 就基本上每年可以进一个决赛 这已经很厉害了 对确实很厉害了 对 就是虽然说名气呢 可能不像大家想象当中啊 就是那么的突出 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 可能余志盈啊 王晨鑫啊这样子 对 但是王爽 其实我觉得在未来 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多一点 是的 潘洋今年的成绩 其实也非常好 他在女子围甲当中代表上海队 出战了成绩非常好 而且同时呢 也是帮助上海队吧 就是一路啊 就是有这个冲击冠军的可能性 对 因为女子围甲 我还是 我稍微了解一点 我说一下 要不然我没话说了 就女子围甲 应该是江苏队是特别强 余志盈和王神星两位 可以说可能也是中国女子前两位的选手 他们在一个队里 那他们就是好几连挂了已经 好多好多连挂 但是今年上海队在 刚刚祥宇老师也说了 在潘洋等人的出色发挥下 其实一度是有夺冠希望的 就是今年追得非常的紧 对 对 咱们我们现在不谈女子围甲这个话题 那光说剑桥杯的比赛啊 其实一转眼也已经17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赛事能够就是在女子 可以说当时正式青黄不接的时候 出现这样一个赛事 对女子棋手整体的这个 就是因为多了比赛而有更多机会来说 还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 17届也是17年也是不小的年头了 是 就是由上海的剑桥学院一直来赞助 是的 这盘棋呢是第二局 对 第一局王爽中盘胜了 是的 其实王爽在很多时候 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个翻棋比赛当中 经常是第一局赢了 但是后面被对手给 就是因为三番棋嘛 一般是啊 后面两局他就给 可能心理上有波动啊 或者怎么样子 就被对方给逆转了 所以其实这个第二局真的是非常关键 对 那么咱们赶快来进入这盘棋的过程吧 好的 这盘棋是换新 由潘洋指黑先行 对 国家女队的训练 他们平时教练们都是要求 他们必须要对最新的布局套路和布局的策略 进行这种非常严谨的 非常多的这种训练 对 因为其实也是借助决议 对 是先架的这个心 对 心位 可以这个心 对 因为现在AI的这个盛行啊 所以布局的套路上 布局的这个下法上 每一步棋都有一个相应的 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准确的数字 就是一个胜率的数字 因此国家女队在训练的过程中 教练们是要求 他们必须要对至少是常见的这些下法上 所以是要门清呢 对 是的 其实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稍微透露一个小秘密吧 就是今年整体大家可以发现上海队的趋势非常好 就是所有上海队的骑手 上海他们就是因为今年是大力啊 在这个AI上面做了准备给他们专门 有一个在中国骑院的宿舍里面 专门给他们装了这个AI电脑 所以就是包括像潘阳在内的上海队 他们这样的骑手其实都非常受益 所以今年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上海维甲联赛下的非常好 男子女子 都是这样子 就是整体对骑手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刚才孟老师给大家说 就是现在这个AI 就是国家队要求骑手们一定要掌握 除此之外 他们海底下就是在开小照 在单练 对 对 现在跟AI训练也是最 几乎每个骑手都是需要的 都是第一选择了可以说是 我们来看这番棋 这番棋潘阳选择的二连星 王闯是星卫和小木 对 小飞低挂 那么白鞋选择小肩 这应该可能是第一选择了 然后黑鞋立刻三三点脚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已经把这个 拆解的都很透彻 对 大家选一下自己喜欢的 是的 从开局的第一个选择来看 王爽应该是比较喜欢实地的 对 我觉得王爽他的起风就是非常 怎么讲 就有的时候宁愿为了实地 我哪怕吃点亏都行 是这样 极度对实地的那个 渴望 就是他要把这个把握的非常牢 他觉得这样我能掌握 明白了 从这个左上角的选择来看 白鞋这个下方就是非常针对实地的 因为其实黑鞋三三点脚 黑鞋这部棋本身就已经 对实地的拿捏就很偏向了 对 有点偏执 然后白鞋反七道而行之 又再转回来 对 所以从左上的第一个选择来看 确实王爽就比较喜欢实地 然后就是说等于是把左边 这条边让给黑鞋去发展 自然的黑鞋贯彻意图 潘洋就选择在这边飞鞋 然后我想他们对于这鞋都挺清楚 白鞋是飞这个 飞这个非常大 黑鞋走这个 就白鞋选择就是要拿到脚踢 哪怕边上让给你无所闻 然后立刻它再散散点 对 好像对白鞋来说也是某种平衡 是吗 对 就是反正那个边的地域 我不太看重 这个脚我肯定是要拿住的 所以白鞋一上来先阻止了 黑鞋逃入酸酸的 逃入脚上的实地 然后立刻又来黑鞋的脚上 去捞地 那么黑鞋此时也 如果只是做这个班的选择的话 那么如果两边齐形大体相同 黑鞋贴幕其实确实是有负担 对 而且他也觉得那样少了很多变化吧 对 黑鞋还是要下得积极一点 实战的黑鞋 轻数理之后立刻再贯彻 他左下飞鞋的意图 潘洋之前的这部飞 首先他是发人左边 另外一个角度 他对这两颗白鞋 间接地也起到了一定的影 也影响到了 测试潘洋就回到左下 来去继续贯彻他飞一个的意图吧 在这一边选择直接逼住 对 这算是对白鞋的一种进攻 就威胁他一下 威胁他一下 进攻谈不上是吧 不好吃 主要是对于这两个子 你说咱们应该怎么样理解他呢 就是本身我们说 白鞋见到这儿这骑行挺厚的 是一种厚重的下法 对 但是如果被对方一下 加到这么近 我就变成不受攻的一方了 我是不是也有点可怜 是的 其实我记得我以前那些老师 讲的时候都说以前 这时候飞个特别大 是因为这样的骑行 很舒展 同时脚大于边大于中央 这是基本原理 因为脚上的效率更高 你只要比如说简单的 两只小的 比如说穿成甲也好 反正一些小动物就可以把这个脚上的 手的牢牢的 给占据了 边上呢 你比如说这个圈儿 其实你可能只占据较小的区域 中间呢 你无论怎么放两个子 你都不能说中间是你的区域 因此脚上的失控 圈地的效率是最高的 对 刚才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好像真的觉得 就是被对方尖的时候 也觉得这个好像局促 说不舒服 是 我记得以前老实脚是这样 然后AI出现有点这个了 对对对 很凶 实战判斜还是比较复古 但是这个肩顶 我觉得确实比较舒服 我觉得这也是 小云刚才说的 这样子总不至于被攻吧 对呀 我先把脚上的根据地先站住 对 这不特别舒服 我觉得如果是我下黑席 我可能还是倾向于先飞脚 但是他不可能 在于可能拆边之后 你对白棋也没什么影响 他还是想发展外边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不过从这一代的下法来看 白棋肩顶在先手拿住脚 再出头威胁你这个子 你再肩起来 对吧 我觉得白棋自身的效率 确实还是不错的 我个人觉得白棋 我会倾向于白棋 这个骑行就是已经达到可以脱线了 现在这样 对 脱线是非常积极的下法 如果走的话 也不是不行 但是走 无论是走这边 还是走这边 相对来说 感觉这格局都很小 对 就是期望宽处走 对 也有点不肯 因此白棋 还是非常快速的在这里挂脚 那么现在黑棋依然面临一个 比如说这个右下角面临两种选择 也是两种方向的选择 一种是手在这边 对 一种是加鸡这边 那么怎么去选择呢 我们要根据场合 这个场合毫无疑问 黑棋要选择这边 因为左边黑棋有配合 黑棋这两颗棋子 必然往这边发展 因为这边已经被白棋限制住了 它肯定是往这边 而白棋这颗棋子 和这边也等于说 也是形成一个 对峙的一个状态 它的发展方向一定也是这边 所以其实这个答案相对来说 比较明显 可惜一定在这边走起 对 虽然这个加 对 这大概就是一个 比较浅显的一个形式的逻辑了 是的 但我觉得白棋可能它实战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王爽的他心里可能也挺满意的 四个角都被他得了 对 因为我对王爽不还是 确实还是不太了解 但是祥宇刚才说得非常清楚 王爽是无地不欢的 对 因为他的这个 也不能算是师父吧 就是跟他同样当时在山东 对他的这个老师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吧 就是范婷玉 对他知道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以范婷玉的棋风来模拟在王爽这番棋上面 我们就可以有那么一个概念 确实 是不是突然孟老师就有所启发了 确实 范婷玉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获得者 他比柯杰首或设计冠军的年龄还要更小 他是棋风非常 也是非常鲜明的一位棋手 他对实地确实特别特别喜欢 是的 那么这番棋 这个原来这是师承这一脉的 这我没脉了 对 我们还是把这个关系介绍清楚了 就知道棋风的发展 对 那白棋立刻再三三 这太直接了 实际上就选择了一个 白棋再次选择了一个获取实地的一个定型 这个我就刚才就说王爽品觉得特别满意 对 四个脚一捞 太舒服了 然后现在把问题交给黑棋 是的 现在这个格局太清楚了 这四个脚全是白棋的 而黑棋作用两条边 两条边的价值都很大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所以实际上一定是白棋领先的 对 那么黑棋需要找到 他作为猎人 他要找到猎物 找到他的攻击目标 是哪呢 就找他薄弱的地方 对 就是现在白棋只有脚 没有别的棋子 对吧 所以只能敲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薄弱的脚去走起 对 那相对来说 这黑棋刚刚的意图 其实它是有 至少对白棋是有影响 有进攻意味的 此时潘洋就继续贯彻 之前的风格 对 飞一个 在这边进攻白棋 这个时候如果白棋挡的话 这个棋行 这个大家要是能有这种 一般 我觉得 就本身啊 木耳士我觉得黑棋飞一个 就是让白棋有点为难 对 它飞就是 让你不能挡 你要是能简单挡 它飞也没什么意义 对 之所以白棋不能挡 是因为黑棋搬一个 白棋很难受 如果挡住 这一吃的感觉 特别舒服 如果没有这两个子 黑棋直接走 就白棋粘住 至于没有任何问题 断就被吃了 对 但是现在有了 这两个子的交换 难受 粘上床 是直接被断死 这肯定不行 所以 这是一个绝佳的词曲 先飞再搬 对 而且这个地方呢 就是 比如说 白棋靠 可以这样下吗 吃都很损了 可以 固然是可以 但是非常的损 我就吃了 这是你 持续不断地 在加强我的外边 我变得越来越厚 势力越来越大 不肯 不肯 那也就是 它实战的下法 应该算是 对 在白棋的意料之中 就是黑棋飞一个 对 这一代的下法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白棋是怎样的立下 黑棋啪 白棋就挡 这就给你了 但是我 我是立这个 确保我自己形状上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白棋也就 就这么忍忍过去了 算是 是 不过在这个局部当中呢 就是这个脚上的死活 好像 还是有问题 就白棋其实并没有进火 对 现在就是简单的 黑棋挡一个局部 就是 进死 是 哇 那这个挡也是巨大 挡非常大 不过这时候挡的 白棋比如说 从这边靠了 靠了长 这种 这边你还有断的味道 然后这边我挤一个 对吧 眼镜的这个形状都很好 对 所以 而且关键是 黑棋为什么 不太想挡的原因 在于挡完之后 这边不见的是 黑棋的空 就其实像你这个 已经投出来了的时候 是吧 对 这边我这打入 这刚好你这个间隔 我有一个缝隙 对啊 这个是让他就非常非常 头疼的地方 所以黑棋 他知道党特别大 党首先是木的原因 占领地域 更多地域的原因 更多的是 破坏白棋的眼位 但是 他关键 他第一个目的 他不一定达得到 对 这个好像我们突然就觉得 如果说黑棋又能走到这个 又能走到这个 还挺满意的 那是啊 反正白棋可能就死了 想得美 对 想得比较好 走不到 实际上就是说黑棋 等于说 全衡了一下 他觉得外和里边 一个是中央 一个是边上 边边角角 他还是选择了外边 只能跳了一个 跳了一个 不过从后来看 我就还是愿飞鱼 飞鱼好像 就更积极吧 对 是不是想把这个 争取一手旗都护住 对 就是等于说 对于白棋的封锁来说 就是更加 更压迫性 更强一些 因为白棋始终 这脚上还是面临一个 死活的问题 无论你拐到 与否 都面临 因为我搬住之后 你还是要有一个问题 但实战呢 对 实际上他松一步 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出头 相当于说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这样的话 白棋的出头 就变得很简单 对 一跳 感觉正好给了他 一个扬长大道 对 然后其实将来 还是有这种 对对对 这还是有点味道的 对 因为黑棋离沙 白棋还是太远了 这局部 你还要往这个一路 比如说搬一个 怎么去杀 然后杀 我这打尺 你还得只往里走 这可能性太小了 对 在外围 人家头还在外头的时候 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来说 这黑棋 那就得看黑棋 自己得到什么 如果这边 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 然后这边明显变薄了 那黑棋这个下法 确实 可能他就不如 刚才更积极一点的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当白棋跳出的时候 当然黑棋 就没有后续的下法 也不肯补回来了 自然就脱签了 没得走 也就是 这里已经是 最矚目的大场了 是的 我们看这边一排 这边一排 中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而排行的选点 也很有意思 对 我刚才在想 我们一般这种 那肯定就是 直接在中心点 一站就完了 他这个思考的感觉 好像这里面 隐含的信息挺多的 没错 确实 这挺有意思的 这地方 为什么黑棋 缩回来一路呢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白棋这边 比较厚 白棋左上角 非常的厚 然后黑棋的右上角 相当于是比较孤单 这三颗棋子 那么你比我厚 按照道理来说 你的城墙 比我的城墙高很多 然后我这个东西 我站到中心点的话 那你在打入进来的时候 我离你的城墙太近了 这颗棋子 就是还是有厚薄的顾忌 对 相当还是我薄一点 我就稍微小一点 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 因此也是这个原因吧 实际上潘洋在上面一个 就如何开拆的问题上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 比较中庸的下法 那孟老师正好在这儿 我们说到这个中庸之道的这种 大家有的时候 对你其实有一个印象 我觉得你是有特别好杀 就觉得这个站立无边的感觉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男女思维方式上的差别 就比较直接的说 我觉得就是这个思维上的 有点差别 就是指你是指的就是女生不怎么理智吗 是怎么样理解这个话呢 你这比我更直白一些 我觉得女子棋手的棋 相当来说目的性比男子棋手更直接一些 就是比如至少棋我的目的 现在是目的是什么 是违控 是破控 是攻击 是防守 相当来说目的性更加直接 而男棋手的一步棋 它可能谋划东西更多一些 那么从题上体现出来的 就是可能难记住 比如这来一下 那来一下 然后整体的思路 可能相对来说要灵活一些 是感觉我问的这个问题挺难的 孟老师都搓手了 刚才大家没注意到这个小细节 孟老师回答的时候 听一下 这可怎么回答 好吧 我们也不为难你说 我们继续来看女棋手的棋 但其实我觉得这番棋 从棋风或者说从 这个招法上来看 我觉得还是有很鲜明的个人特色 对对对 确实是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女棋手好杀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也看大家好像很讲道理的 在站地盘 对 这真面目还不露啊 再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时候咱们的女子 还经过英雄露出她们的真面目 好 看接下来 接下来白棋在这右下贴起来 这条棋也很好理解 因为黑棋的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大 白棋还是要限制一下 同时这地方其实有一段 对 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爬在这儿 它所有的一个后续的缺陷 对 相对来说是 但是沾一个的缺陷会更多 因为之前不是这个样子嘛 之前没有这个字 没那么厚 就是上边的骚扰啊什么的 对 上下都有可能 靠啊靠啊 剑冲啊 加啊 就手段太多了 因此爬一个更好 但是爬相当来说 就只有一个缺陷 就是这段有余味 白棋从这边贴起来的时候 价值会更大一些 实际上黑棋搬 白棋再反搬 黑棋连搬 因为黑棋实际上确保 这个自己的大本营嘛 你肯定是要蹭住的 但是白棋的收获 也显而易见 在右边一旦 它在五路停起了一个头 这边如果形成实控 就是四个格子 这个实控的效率 就会非常高 嗯 也就是白棋 其实贴两下以后 他虽然说 把这个地方的空呢 让给黑棋了 但是自己也能满意 对 是吧 王老师 对 因为这原本就是你的 那这个地方 也是不是也挺忌讳 就是看着对方的空 比较炎热 嗯 是的 有些我觉得爱好者朋友们 可能会经常就觉得 对方围得一定比我围得多 一定比我吓得大 对 会有这种惯性 对 专业术语叫恨控嘛 嗯 但实际上没必要 所以因为这个我们下每一步棋 理想的状态 理想的方式都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 经过对于我方和对方的子力的强弱的对比 然后下出了一步 然后下出了一步 这步棋 比如我们我方强 对方弱的时候 我们就要积极一些 嗯 我方弱对方强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要稳健一些 或者说是保守一些 那么这是 我觉得这比较合理嘛 嗯 其实我觉得潘洋刚刚在上边这个开拆 就体现出了这个道理 嗯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AI的诞生 对棋手的帮助真的挺大的 女性说我觉得也是这样子 就是 就是很多东西可能原先不那么认为的 但是有了AI拆解啊之类的 可能道理啊什么的就懂得 就是通的更多了 嗯 也就没那么容易 比如说钻牛角尖啊 或者说 这个男棋手也容易钻啊 是吗 那就是AI的帮助 可能在目前来看的话 不分男女老幼 对 是吧 对 就好像大力娃儿一样 吃了都受益 对对对 没错 嗯 好的 那么这个棋下到现在呢 应该是轮白棋 是的 嗯 现在局面呢 刚才孟老师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就是说 呃 黑棋站边了 白棋呢 站了四个脚 对 白棋刚刚把这个头抬起来 那么他将如何去 就这个整个空旷的区域 怎么做怎样的战略规划 这是接下来的看点 嗯 好的 那么我们 呃 让大家呢 也在这个时候啊 稍微的思考一下 我们留下一点点的悬念 一会儿来为您揭晓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呢 继续为您介绍 第十七届剑桥杯 女子公开赛 决赛的第二局 嗯 我们来看这盘棋 嗯 这盘棋 刚刚黑白霜 或者对布局的阶段 进行了这个 各种扩张 与这个限制的争夺 嗯 接下来呢 局面的焦点是转移到了 以右上为这个基础 就蔓延到右边和上面的 这种空旷地带 黑白双方如何对于 这个地盘的扩张与限制 继续进行这个谋划 是局面的焦点 嗯 好像夏成现在这样子 双方都挺克制的 嗯 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对对对 看来他们关系不错 嗯 接下来是轮白棋 嗯 对 白棋刚刚把这个头抬起来 嗯 对吧 如果只有这一个头 这边没有配合的话 或者说这边被黑棋去限制住的话 嗯 那么这个头的价值如何体现 这个对白起来就是一个问题 嗯 它的体现形式是怎样的 就很难了 因为白棋 黑棋全盘其他地方没有弱棋 对 很厚啊 你无法 你无法 也没有说这个 这个种地方我们看 大家对中央的掌控力都不强 因为它也不是决定性的价值 白棋这个头的体现方式就 就存疑了 嗯 它没有多少价值可以体现 因此白棋的发展重心 一定是放在这边 所以为了配合白棋这边的棋子 实战王爽在这边建出 建起来 我们看这样的话 这边就会变得很大了 对 这个头一抬起来 立马觉得这儿就 很立体啊 对 要是再走一手啊 跳起来 对 这就等于说五路控制这么围起来 嗯 跟黑棋这个不同 黑棋原本底下就有 你再发展 无非发展 四五线而已嘛 嗯 这是你原本就 就可以算是你的潜力范围了 对 就是你有得 我也有得 我得更多的是 我多得的 对 效率更高 对 你得的是 你把潜力变成了现实嘛 嗯 对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看到 这颗棋子不仅仅是体现出了 对自己的一个 地域的扩张 他把这个头抬一下之后 这个头变得很坚实 同时隐隐地在威胁上边的黑棋 我将来是否可以直接打入你 甚至对你进行攻击 这都是白棋有可能的这个的选择 将来 嗯 对 就刚才我们说拆到这儿已经是 就是肯定要进去了 对 但是拆到这儿呢 你也不是百分百安全的 对 就看你这个厚巴的对比了 因为白棋这边 为什么比黑棋厚巴 最简单一点 最直白的 白棋已经活了 对 有根 我这实打实的 已经是我的 嗯 这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实战攀扬也是为了限制白棋 同时也是加强自己 他实战先贴了一下 嗯 然后再从这边限制 他还是想走了这个肺 嗯 限制你同时也是扩张自己 对 加强自己 当然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 白棋走黑棋就走 白棋走黑棋就走 其实白棋掉的 确实可能比黑棋要好一点 对啊 等于我已经牵手得力了 嗯 问题就是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想 去想啊 我觉得现在为止白棋的整体节奏 我觉得还可以 对 然后就感觉好像状态不错的样子 对 一来我们能读懂黑白双方的 每一首棋的意思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浅显的 而更深层次的就是 似乎觉察到 白棋一直在牵着黑棋的鼻子 这一句黑棋一直都是等于说是相对被动 被动应战 就是这个 就好比现在 就是白棋现在断一下之后 就断一下是适应手 嗯 这个盘上唯一一个 我觉得是唯一啊 孟老师 对 显而易见的大场 被白棋占领了 对 又被白棋给占了 对 感觉黑棋始终是慢了半盘 嗯 始终在跟着白棋走 嗯 我觉得相对来说 嗯 白棋至少没什么不满的道理 因为我总是挑全局就是 最大的地方下棋 然后我每下了一个最大的地方 你都得跟着我走一个 我再选 再一次选择当前全局最大的地方 你又跟着我走 那白棋不可能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没错 没错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可能 从王爽棠的战略 就是制定这个计划开始 就比较成功 就是把局局引入到自己擅长的 对 这种格局里面 这盘棋我觉得 从开局阶段来说 思路上 白棋是要占得一定的上风 嗯 接下来黑棋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 嗯 革我觉得是挺容易想到的 嗯 再拖一个 哎呀 这个时候您是考验我吗 嗯 我感尝吗 肯定是感啊 感吗 我怎么觉得不太感啊 我们这个地方 这有没有东西啊 嗯 暂时肯定是可以尝 不过 我 当然无所谓 对于黑棋的角度来说 我就是想要限制一下你 因为你比较厚 我的方式就是想让你越来越厚 嗯 你就越来越重复 嗯 我很薄 我得到加强 我的效率比你高 我得走下一个我全球大的地方 因为这样我能挣到先手走下一个 嗯 对对对 就我感觉常有点风险 我要沾上 啊 甭了 我 我不关心你走什么 我当你找硬就好 你就先手了 对 比如说我在这搬沾 或者是在这跳 一个之类的 嗯 都行吧 挺个大的 嗯 实际上我觉得 潘洋可能是觉得 下一手棋 反正走什么也都差不多 他就 或者没有一个明显大的 他还是含蓄地飞了一个 可是 其实这种含蓄 他未必合时宜 嗯 因为白鞋相对更厚 黑鞋相对相对更薄 那如果你总含蓄地下 那你的薄还是薄 我的厚还是相对的比较厚 就是说不够这个紧凑 就是刚才这个压的话 基本上一本道 是吧 就是逼迫对方交换交换这样子 对 逼迫对方 就可能针对你的薄 我也有进行战略的思考 嗯 而不是说我走两下的时候 彼此都厚了 嗯 那彼此都厚 一定对相对更薄的一方有利啊 有利 是的 是的 对 这是我觉得从战略上讲 黑鞋的 我比较疑惑的地方 嗯 感觉稍稍有点松 嗯 实际上白鞋 立刻去想要大幅的唯恐 这个时候就是黑鞋 你也很难去挖这个 因为白鞋一定会反击了 嗯 这个我好像就有点就是 郑重人白鞋下怀 对 我太厚了 嗯 我是皇帝的母亲啊 太厚是吧 真厚 所以这怎么办呢 你就 那你这是正常的感觉 嗯 可是王爽在这实际上是虚晃一枪 有了这首交换 他在二路去拖 这才是他真实面目是吧 就是抢地 对 他这部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那个很直观的 让大家看的感受 就是挖地 是啊 他这部其实就是很针对性的 你这边的一个的保卫的弱点 因为你如果简单的搬 我这一代 就是双方本来是对质 然后现在等于说下边是我 比你多获得了很多的利益 嗯 我再退回来的时候 就这两块来说 我比你围的还是明显要大一些 嗯 对 你不肯 对吧 你不肯 那你就来站吧 对 这个时候好像黑气已经 他至少缺乏这种自信了 我觉得 就是再去忍让这个局势 有没有这么多的空间 够你去退让 是 再忍让你这个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不如靠的 嗯 所以实际上黑气就只好 跟白气战斗 他可以想念办法 对 不过战斗 毕竟白气相对更厚一些 这对黑气来说也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实际搬 搬下来 嗯 白气加 这个也是 之前这个靠他的伏笔 对 这两下 他为什么要靠的原因 现在黑气再粘着就冲回来了 对 这个崩掉了黑的 对 没有这两个 那就黑气可以把白气断了 嗯 这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嗯 所以这是白气 为什么要先靠虚晃一枪的原因 这个时候黑气 实际 嗯 我觉得潘阳力量也很大 他选择爬一个 也是非常强烈的下法 对 其实潘阳在我心中 一直是个栗战派 哦 是 就是我就感觉这番戏 他真的好克制 一直都在克制 可能最终到这个时候 已经 见在线上不得不发了 对 控制控制 但是没控制住 对对对 就还是 最终还是要战 就是 战一下 对 对 这个局部觉得 他也的确密得了 一个一丝战绩 嗯 这个地方感觉就 混乱一些吧 对 从而来看白气 其实打这边可能 显示说我靠一个的理由 嗯 我的原因我很清楚 讲得明白 对对对 实战其实等于说 没讲明白这回事 反正就还原了 嗯 他也就等于跟单断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有点俗 但是一样了 对断爬打 这次序不一样 但实际上 结果是一样的 对 他还是要爬 对 这个时候不能回去 哦 对 这肯定是必须得爬了 但是白气没有讲明白 一件事是 这你为什么要靠一下 呃 对 到现在 确实是 没提现 没关系 就是你可以不靠 也可以下转 也一样的 对对对 包括实战后面的下方 也没有关系 白气直接推出来 嗯 你说这时候 跟靠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 靠一下肯定是亏了 嗯 因为实战大概 黑气也会 怎么补 还不是很好补 但是你有了 这个靠的交换 我就很好补了 我战上 你就已经死了 啊 对啊 反而是 比如这样的时候 你还能有 关注的可能性 可能性啊 是可以跑的 对 现在这个壮了一气 对 出不去了 对 嗯 这个是白气 没有讲明白了一件事 嗯 当然白气 我不跟你讲道理 我的目的是 我不拘这个小节 对 嗯 白气为什么在这边 付出这么多 这其实两个子 其今已经死了 嗯 然后这边也被掏掉了 这边你 而且同时黑气 有很大的实力的收获 嗯 白气想要做什么 这个时候 我们就其实可以看到的是 白气从这一旦杀出呢 黑气这四个子 其实也蛮孤单的 对 像您说的很 孟老师 这个时候你说 白气的意图 难道是要杀黑气吗 对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 非常的完整 要亮剑了 要亮剑了 没错 嗯 王爽四肢的真正意图 他不是跟你讲道理的 嗯 这时候我觉得体现出了 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话题 你去说 目的性体现出了 他目的性非常直接 我靠我的事 这比这事我不讲了 我也讲不明白 那我现在的目的 我是要吃掉你 是啊 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是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如果 我只拿我自己做对比吧 如果是我的话 我既然想要靠 那我靠一定是有原因 我就得去想 我为什么要靠 就是你要给你这件事 靠有个交代是吧 对 要不然我为什么下着不起呢 对吧 嗯 我相对来说 我考虑的东西 可能要更多一些 但是 你看 我们看王爽起 至少从这个局部的角度来说 还是相对来说很直接的 其实这事 他始终在不提 对 就过去了 我们已经翻篇了 对 他现在要让你交代这件事 对 这也是 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的 思路上的差异 有的时候会导致这种情况 对 接一个 我觉得现在这个一间 我们在想想黑棋的出境的时候 也觉得蛮为难的呀 对 万一就这么被人家给吃了 那是啊 所以现在的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无论黑棋这个地方 怎么去联络这个断点 嗯 白棋必然是一路狂贴 嗯 就是黑棋 怎么知道也都得连这个 我就这么一过来 把你给蒙进去 嗯 然后就对你施展残绝人寰的攻击 残绝人寰 主要是小尖这个也很硬嘛 对啊 你也没有眼味 嗯 你也没有弹性 对 所以我是感觉啊 嗯 也可能不一定对 但我的感觉是 黑棋此时也需要 找到一种思路 嗯 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 嗯 首先眼形更有弹性 齐心更有弹性 然后出头 怎么找到哪条路 能够让出头更 就是成功的出来了 嗯 上出重围了 对 就是可能要在这个手段上呢 不能那么的单纯 单简单 单一 对 嗯 我觉得因为此时白棋的目的性很直接 嗯 那他之所以这么直接是因为他直接的看到了 对 你的直接的方式不行 对对对 就是他已经在这个地方磨刀祸祸了 对 否则的话那白棋的就不可解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黑棋如果此时也是直接的应对的话 那么 至少这是白棋的思考方案之内的 对对对 实在我觉得潘洋的这部贴 就可以考虑 换一个思路去思考 嗯 对 我还是很赞同吗 是说的 对 因为实在就是被贴住 贴住最终的结果是 黑棋还是比较苦的 比较坛的 惨 惨 惨 好好好 就感觉你看这个手就是手术吧 哪怕是是吧 我就是五个子 然后跟对方这个不管怎么样 他毕竟人多呀 对他人多 关键是他这边帮手多 嗯 如果你搬我 我我比如搬 然后你你肠我就把那个断了 对这个都不用讲什么道理 就没道理 我这边我就是后了 我就是来吧 反正我没不讲道理 嗯 那黑棋怎么办 黑棋这个如果讲不通 长 那我也还是不讲道理 你长几个我贴几个 我这个帮手在这呢 帮手在这呢 对 对对对 这黑棋没有什么路啊 对 没弹性 嗯 对已经被弄进去了 所以黑棋如果直接的来 他确实是面临这个结果 嗯 那孟老师在这给我们推荐一招吧 我感觉上啊 这个时候不妨换一个思路 就先去就拎一下对手 就不知道应该用其他词怎么解释啊 拎一下对手 我先 就好像在这儿 麻你一下 嗯 试探敌人的应手啊 对哦 给你挠一下痒痒 给你点一下血 然后我先看你怎么应对 嗯 我我我比如说 诶 诶 这不其实首先这意思 不是那么容易看明白 嗯 对 这个这个其实要去品味一下 因为他 首先他没有印在断点上 嗯 就是对方的一肩 其实要断你啊 嗯 他不在断点上印 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 我还是 我是走在一个好像 好像没有关系的地方 对 点掉你斜 斜根上了 嗯 那我们就要警惕这种问题啊 对 但是白棋怎么走 嗯 首先白棋能不能 直接把黑棋断了 冲 嗯 冲我一连半 嗯 就我下一手棋非常困惑呀 哦 我打吃 这个 这个 那是只有打吃了 我这样玩了 底下损了 底下首先我已经可以活了 其次我起码就粘回来 我在这一代 我已经得到先手扳一个的意思 嗯 叫做的棋 然后你大概是 继续封锁我 对吧 嗯 我在点 在打吃 嗯 孟老师你这个地方确定你已经活了吗 我有打结总没问题吧 那你虎一个 行 我这有打结 我这外围 那这现在就是 我知道一点 就是第一你这个地方围的肯定不舒服 脚上木就没了 嗯 你为了杀我你就付出很多了 倒是真的 这一旦如果有了力的话 这个没眼反而白的都是问题啊 对啊 对啊 可是你打结你一旦我消结呢 对对对 关键我打结我付出什么 嗯 我没有付出任何东西 不亏 没错 你还可以这下走掉吧 嗯 然后可见的是外围我 我走一个你还跟我走吗 嗯 那我这就失败了 白旗的失败图 白旗的失败图 失败图一 对 失败图一 好 失败图二 咱们再找一下 这个该怎么 有种可思逆啊 怎么应啊 怎么应 嗯 如果就 那就傻应呗 首先退一个的话 我会顶在这里 嗯 这边白多一打 这差太多了 这又可以排除了 对吧 嗯 那你就应在这边 如果应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 那这边你搬我 我怎么应啊 对 它跟实战的区别 搬一个 再虎一个 嗯 我还是不走这边 但是你也无法分断我 对啊 你这个 这个团等于是连接的 已经很坚固了 对 就是说 现在一旦再出现 打结的情况 如果一旦我打赢结 我打回去的话 嗯 我这个地方 等于说就是牵手 对啊 那你就出头了 对 因为马上要搬端 嗯 所以这部棋 间接的 我没看似 我没有补断 但我其实 我让你左右 都很为难 一你无法分断 二 你 很难 应对 对 这个棋 又是一个失败图 就是我要根据你的下方 然后黑起来决定 我怎么去补我的断点 嗯 这就是所谓的适应手 嗯 好奇 这首棋我觉得 值得推荐给大家 让大家好好的 品味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没有印在你 想让我印的地方 你要断我 我不在断点上补 对 就解题思路 不是直接的来 嗯 而是换一个角度 换一个方式 嗯 大家有学习到 好 那么我们看看 它实战是怎么走的吧 实战黑起就 解题方式比较直接 嗯 那就 双方都很直接了 黑起再在这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 郑重白起下怀 嗯 黑起 白起打尺 这都是可以说很正常的 因为黑起下怀 其实这天也很正常 但是正常的起 不一定行 对 就是人家已经料到了 是 在白起的思路范围之内 嗯 踢 踢 它找一个斑的 白起斑 这个黑起就吃回来 嗯 然后 因为你这个 你往里走 被我一尝 你也是出不来 嗯 你 你还不如直战长这个 他就断了 但是我就把你给断了 嗯 嗯 结实 正常 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边白起的形状 是很坚挺的 黑起没有什么样的手段 嗯 那现在黑起得说 就被白起给 包围在里面 对 主要白起的头是很唱的 你封锁不了它 那怎么办呢 直战潘洋 就只好选择了一个 嗯 可以说很 很委屈的下方 很委屈的 做活的方式 对 我们对这个也只好是 嗯 比较为难 挺难受 如果我下这个棋 我会感到很难受 对 比较为难 实际上它是什么时候 变的 是先顶的是吧 先吃一下之后 顶 顶 嗯 挡住 大家看这个棋 吃一下 这都非常非常损了 哎呀 再冲 再冲 我等 尤其是下一手 这个 作业 哎呀 这被对方补到这儿 再一并 对 自己俩做活 哎 黑棋通过 之前的一系列下法 固然是 把两阵间 蹬出来了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上面的战斗 黑棋这个墓术 虽然是获得了一定的墓术 也破掉了 白棋这个 但这个下法太委屈了 白棋这边已经完全地围上了 然后再走到中间的时候 就自身的白棋非常舒展 还有效地限制了黑棋的潜力 整个的战役 由于黑棋的 过于的苦 火的过于苦 是的 是的 导致这个下法下完之后 黑棋事实上 棋最火 但是棋大龙虽然火了 但是棋也输了 对 就失了大局 整个这个地方的战斗 就直接导致 这棋已经没得再去重击了 对 胜负其实反而 也就没选担 这个白棋现在领先的幅度 还是很大了 是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事实上通过 王爽的下法 就可以看出来 黑棋连回了 白棋打持之后 把这个中间退回了 非常稳健的方式 自己连上 对 然后呢 黑棋断了一下 黑棋断一下 这是巧手了 对 然后黑棋自己跳 在左边不 因为这始终存留这个问题 对 让它飞 对 黑棋 白棋怎么去进入黑棋的领地呢 是简单的 我们把它先靠两下 先简单的靠两下 这个就是 反正这是你的了 我也不亏了 非 简单的非 我也没有想去进来 我只要把自己走好就可以 嗯 就太稳了 太稳了 对 最后就更夸张的是 黑棋靠 强行分段白棋 其实也没有什么 很明显的目的 因为白棋其实局部 也是火气嘛 主要是白棋并不薄 对 白棋减处理的方式 特别特别稳健 嗯 当黑棋压的时候 白棋直接 做火 做火 其实这是一个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劝降 胜利宣言 对 对 就是没得下了 这个大概就是 黑棋委屈的一个 直接解决问题的 一个付诸的代价 就是输掉了这半棋 对 其实这段棋还是很典型的 在后来的这个 一系列的胶着战斗当中 嗯 我觉得最后呢 也是王爽凭此一战嘛 就直接拿下本局 2比0 赢下了这次 剑桥杯的冠军 对 获得了奖金呢 是30万 也是祝贺王爽 嗯 嗯 那么本期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收听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